土著团结党宣传主任旺塞夫炮轰 最近受委为雪州国阵财政的财长东郭扎夫鲁 与盗贼领袖同流合污 甚至不顾前首相慕尤丁提拔的恩情 旺塞夫在面子书贴文批评 扎夫鲁开始为卷入贪腐丑闻的 巫通主席阿姆扎西和前首相纳吉洗白 比如扎夫鲁声称 印马公司并没有加剧政府的债务 并且放任税收局和官税局的代表 与阿姆扎西同台演讲 旺塞夫嘲讽扎夫鲁才坐拥权力巅峰两年 就开始亲吻和跪拜盗贼领袖 他忘了什么是廉政和公信力 旺塞夫也批评扎夫鲁受土著团结党主席 慕尤丁招揽入阁 如今却准备在巫统旗席帜下上阵大选 忘了慕尤丁对他有恩 旺塞夫补充 慕尤丁任相时为人具有财经专业背景的 扎夫鲁当财政部部长 同时捍卫身为政治苏人的扎夫鲁种种决定 旺塞夫形容 慕尤丁铺好红地毯 让扎夫鲁步上权力巅峰 但是对于提拔扎夫鲁的人 扎夫鲁却忘了礼节 接下来